要鬥垮一個人先鬥錯 鬥錯需要講理由嗎 文革式的鬥錯需要講理由嗎 塞湯把他拿起來說不再 說覺得臭臭 說沒有啦 不臭自己又來問責又再臭 就這樣子而已 你不是社會的講話 是一個坡份嗎 你挑戰了大半天然後說 我不跟你 我不接受你的挑戰 你是先挑戰人的人 你憑什麼不接受挑戰 現在網路最有名 你只要打下七棍球 跳出來一定叫斷里桿 就七棍球斷里桿 他所學醒的是連接起來的 他可以當驅棍球協會理事長 吞七棍球協會理事長 七棍球協會還不要他 不吞七棍球協會理事長 吞的也不要他 這種咖叫什麼咖 叫小悲山那是對他還尊重 第一個還叫小 還叫悲 還排第三 你說小悲山是尊重 那已經不是小悲山 那不是東西了 他說人家的常數是打人 你的常數是什麼 你的常數是鬼扯加不要臉 我請問 花蓮顯出的講什麼話 明朗顯出的講什麼話 那個話經得自己考驗嗎 一天到晚說 趙鳳銀行出問題 誰的錢怎麼樣子 然後告了一堆人的狀 哪一個是成立的 最近這幾年 跟以前我們認識敢挑戰陳水扁 令我們尊敬的小段是不一樣 現在不知道這樣斷成什麼東西 那不是小段叫柔常襯斷 農林公司有問題 台北市亂說 揪出來 社會一定會給你掌聲 有政績拿出來 社會一定會給你肯定 今天人家敢挑戰你 人家在挑戰說 女兒子的事情 女兒來改館 人家笑說你不是女兒子 你知道嗎 很恐怖 有一天像李奧洛華講得更恐怖 不是男人是雄性 他現在連雄性人家都怪負定你了 你今天站在立法委員 要揭秘請拿出政績 站在立法委員要監督 請你找農委會 不是嗎 怎麼會找到農林公司 怎麼錯 你有錯